我先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關於60週年的影片 反應是奇好 很多人都發了照片 還有一些金句來 我都很意外 現在過了一半有60%多 人們都發了一些照片 我想一定能辦成 今天我們很高興得到陳啟然 陳啟然說她的首歌 月亮亮亮的掛在天上 兩眼直到明天將是一場離別 我們神起火對唱起歌 跳起舞來 趁著就已送出這一生的悲雨行 月亮你別再柔情似水 我的朋友 你別再多成殺人感 昨天已經過去所有的傷心和煩惱已離去 你要相信明天的天空會更為了 雷沙雷沙摸 把雷沙雷沙摸 雷沙雷沙摸 把雷沙摸 昨天已經過去所有的傷心和煩惱已離去 你更相信明天的天空會更為了 很感謝陳啟然介紹這首歌給我們聽 那你現在開始說一說你為何 這首歌給我們入題吧 很棒的 大家同學 這些兩個字有時都挺微妙的 大家同學在職場上見到很多事情 關於以前的同窗讀書的時候 很多這些退市可以說的 那 他認為 在小學或者中學讀書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什麼心機 沒有什麼計算 那些朋友 但是讀完書出來 在工作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碰到很多 朋友間或者同事間勾心鬥角的事情 經過這些人生之後 他覺得以前同窗 那些那個叫做自己 大家都沒有什麼計算的 那種樂趣呢 那種樂趣呢 就會時時想起 都幾 有一種興奮的心情 原來人生方式也有很多 我就記得 剛才看回一些舊東西 找回一些照片 找回Primary 6和Primary 6 那時候有兩班 很多的朋友 都算是幾熟的 當時有幾個好像 林食華 都算是畢業的 有些人就離開了 例如陳子斌 陳子斌好像是否有些人 原本我在A班 讀Primary 6 那時候 那一路上 最好的朋友 當時就是 林田威 後來因為做 他做了統軍 所謂的資深 就是能夠請到他去家裡坐 那些真的笑著很老友 那時候一路都幾年 大家都一路同上 我再加上同軍方面 都有 就是 一起玩 一起去露營 那些 那 那 變成了一個 都幾知己 知己 應該是大九號 但是之後呢 就因為很多我想 我 不小心回香港見到他 見到他 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 他對於很多 尖掛算命那些事情 他很厲害 那我想葉家偉很多時候 都回香港找他 找他問一下那些前程之類的 但是因為 原來他 一月之後呢 他就 聽到他講 跟了一個師傅 就 學了一些 都幾特別的東西 那他和算命 為什麼這麼準性呢 是 我想很多人都不相信 在這方面 他就是 得到所謂的那些上司 那些上司就是說 其實是一些 就是 他就說是一些 什麼神明的東西 幫他 那所以說的東西都很準 那我當時 回香港的時候 就 就是之後 畢業 畢業過了去讀書 讀書回香港 見過他 那他帶我去看他 見到他師父 那師父說了 說了一些 我不是很相信這些東西 他說好吧 你帶我上去 儘管聽一下 那他講了幾句 之後呢 回到多倫多之後 嘩 所發生的事情 差不多 有80%都準的 我當時 完全都不相信 但是到現在 我知道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為什麼會提起他呢 就是說這件事呢 原來 就是 很多人都以為 你宗教方面 這些事情都很相信的 不值得一提 但是 上一次有人問你 為什麼你 會轉了信佛呢 那就是因為 我看過幾本 《經書》 其中一本叫做《靈言經》 我告訴你 他原來 這個世界上 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那很多時候 就是那些 那些 就是那些 所謂的那些 上司的事情 他要證明到 證明到 他是這麼 就是這麼偉大 他可以令到你 那個 就是所謂的 命啊 運之類 原本不應該是這樣的 他就可以令到你 會跟著他 認為他講的事情 是要 可以把你顛倒的 所以這個 就是由一個知己 分明是一個好的知己 因為經過他之後 就是這些命運轉變得非常之 就是由一個 叫做好朋友之後 我都不敢再見他 陳吉然 我想 拉回頭說說 林田威 那些 因為 你又不喜歡過來溫哥華 溫哥華 就只有我和岳家偉在這裡 所以 我們兩個都行得很密 那時候 就是很多年回香港 又回來 他都說 他見過林田威 又說他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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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不准就不知道 但是 我不知道在哪裡聽到 就是說 林田威那種的 在底上 是要養鬼仔的 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他沒有做好事情 但是他那個 他那些師兄弟 其中有一些 叫做玩茅山那些 茅山術呢 是一些邪術來的 那麼 他要 要找一個那些 更邪的人做事 那些 通常那些 就是已經去世了 不在那裡了 總之那個 聽到說都是挺恐怖的 什麼叫做養鬼仔 我聽過那個名字 但是所謂養鬼仔 其實是什麼呢? 養鬼仔就是那些 墮胎的那些 出生之後 他 不知道怎麼練符練咒 之後就是 讓他那個魂魄 就是 under你的 那個人的control 那就是 所以你很contract的 你信 有些人說你信有 不信是沒有的 但是 就是 要個人的 experience 才會知道 總之 這些事情 就是以我的看法就是 一定不要碰 一定不要 一定不要 不要碰過去 我聽林嚴偉說 你一 你一 是不能出來的 就是那個人 那個人 如果是做了 那個靈媒的 所謂的 所謂的弟子 或者他的幫忙 的人 又是不走出來的 不走出來的 意味是什麼呢? 意味就是 他會 就是 到某個時間 他會死得很慘的 或者突然間死了 都不知道的 就是有這一方面的 就是當他 當這個靈媒 覺得這個人 不可以再利用的時候 他所謂 他就可以有 一些這樣的方法 令到他是很suffer的 那些人 那些什麼 那些 什麼盲佬 什麼看照 什麼的那些 他說你賺的錢 一定不可以償的 一定要 一定要 洗掉的 不然你就全身不行了 那 在其次呢 我一上去 中學 就是當時 因為 雖然說 大家那麼多同學 但是很多時候 都 談得來的 真的不是那麼多 那 我想在中學 我跟Robert Wong 都幾 叫做 談得來的 就是他有很多 他真的很聰明 也很聰明 也很聰明 那很多時候都 點幾招 讀書方面 就是 都得益不少的 那 就知道畢業 就很奇怪了 那 那時候 很奇怪 我說黃蕭平呢 就在那個時間 很生氣 我忘記了 黃蕭平你記不記得 我走上去你家裡讀書 你叫我 那時候叫我 你好像 就 自己去報考了那個matric 一起讀書 那樣 你最記得一次考 這個matric的時候 那時候 是否要劏 那時候 你聽完 你蹲下槍 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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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大 不知道哪些地方 運些什麼進去 你明天 就知道 要劏什麼 通知聲 那好像 說出來 都好像 真是 真是你所見的 我考試的時候 真是好像 那一隻東西 那我不太清楚了 那一說起來 你真是 真是有趣 就是有些這樣 那後來 原來你 上你那裡讀書 以前是你哥哥的宿舍 那 那 高階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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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我們 我們不覺得 那些讀書 想一起讀書 聊天 那幾個人 那你下來 我不知道是讀書 還是打啤牌 那樣 那樣都有 又聽了音樂 又開玩笑 那這些一種樂趣 有些知情 Robert Wong 當然是多 多什麼 講講 關於 大學那些東西 哇 原來 這麼厲害 那我聽了 哇 原來我過來讀書 那些第一年 那樣 就是大招 大招不見了 大招 那我過去讀書 讀 那時候 那大招早過來 大招 就是大招 那就是 過我一年 那時候 大招的時候 我寫 你好像都是 讀第二年 還是 英國的第二年 是第三年 那我說讀第一年 你去 那時候是1967年 是嗎 66 66 66年 我那一年 我都去了 那年 但是 去到 都不夠 都不夠 幸好 沒有被人玩 新生 因為 我父親 不夠一個禮拜 就立刻 拉回我 走到這個 Manitoba 那裡 所以 錯過了 我又見到大招 但是我就錯過了 另外 我們在那裡 一起讀這個 學生 學生 但是你去到Manitoba 你都有玩新生的 我去那時候 剛剛才過了 那我們去那時候 最初是做Initiation 就是新進行 哇 真的嚇到你 哇 就是Initiation 那時候 半夜三更 抄起 就是 差不多連內褲都穿不上去 有一個 幸好我有個同房 那時候 就是那些 雙人房 我們住的那些屋舍 那那個鬼仔 那我不記得 名字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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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都醒目的 那 那 一齊 那好像 用一個枕頭袋 套著 就扔到車裡 跟著 就車一車 都沒有工那麼遠 都不知道什麼 然後就說 下車 然後就扔了下車 哇 那個腳軟 那 那就那個 那個同房 都鎮定一下 但是他都穿 又不知道那些 玩新生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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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總之 又 又不給大錢 又不知道什麼ID都沒有 只是那個枕頭袋 就好像是寫著 McMaster 那兩個人的錦袋袋 在街上 heat right 就給那個枕頭袋 證明你這個 這個都是大學生 那好 就車回來 那 之後呢 過了之後 到那些大仙 那些大仙是宴客的 那怎麼宴客呢 我想大超應該記得的 一起車去 去那個公園 很不知什麼公園 我都忘了 在Hamilton 去那個公園 去那個公園 去那邊 做一根啤酒 去那邊 我們這隻兒子 裏頭 一半啤酒喝一下 接著就坐進去 原來有一間 我想那些reservation area 例如有一間木屋 一個一個趕去那間屋 接著沒有那些樓 那些大仙就駕了有幾架車 原來當時人叫那兩個幾個脫衣沒有樓 那我第一次見過 每個人都bring you into the circle 尤其是對於海外學生是相當好的 因為真正正正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容易融合 融入到那個圈子裡面 那過來的時候 就是剛剛給了一年錢的讀書 和交收學費 我說寫的到明年怎麼辦呢 最後一兩個深馬就落到美國 做深馬 當時是能夠做的 能夠賺到錢的就做企桌了 就做做企桌了 那麼都很幸運 那兩個深馬都得到學費 那讀完書就回到來 回到來之後呢 那 讀完第一季就轉 後來發覺 那這個 讀完學費 上去最多都是拿回 就是自己知道讀書是什麼看的 然後轉了去在中學院 因為都還可以 那些課才適合 遵執到這個科學費 那讀完第一季之後 他需要在中學院 回上來之後就好像那一年去了Expo 那我慢慢想不到 我就在Expo 開始坐車 我竟然可以坐地鐵 在地鐵看到前面的車好像Robert Wong 在那裡那麼像樣 竟然在Montreau那裡就碰到Robert 那他過來這邊原來 我都不記得 那時候已經在Montreau 那時候應該是看Expo 我想你記了Expo在1967年 1967年 你應該還在Montreau的 我1967年去了美國 回上來 那時候還沒開學之前 我跟另外一個朋友說 趁還沒開學之前 就上去Expo看一看 那就是那時候就碰到Robert 這些日子的朋友總是相當的樂趣 就是有得幾可 接著就開學了 有讀上去 都在做apprentice的時候 intern的時候 都有一份很stable一些的 雖然是不是很多錢的 但是都可以繼續每一年都讀的 可以讀到也不需要靠家 那接著我就幫了兩個弟弟 就過來 就是都拉了兩個弟弟過來這邊 美國好還是不好 就給自己打算了 後來都可以的 那同一個就是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過來的 其實就是我覺得 會 只要肯去做 應該都可以成功到 那之後就 一直 到第四 就是讀完書之後 那個時候我就反而 有時再見到黃昭平 那年應該是1971了 我畢業那年應該是1971的 那好像黃昭平 你不是在BC讀完書 就過來Toronto 在Toronto就見到黃昭平 是 是 是 那當時你就預備繼續你的 就是你有興趣嗎 在這個psychology 那個feel裡發展 那說一說 你就好像進去 是不是應該你是UT 讀了一個master 在criminology 在那裡讀 是嗎 我在psychology 就是Universal Growth 在Growth 我以為你有UT嗎 在中學時代的朋友 都算是幾知己的 那我覺得一生都沒有什麼遺憾 就是認識到這些好朋友 那也是一種鼓勵來的 所以我就說 那時候這些這麼好的朋友 好在都現在有一個zoom 如果不是呢 一別 一別知己 一別就離別了 見的機會 就是一輩子沒什麼 沒什麼怎麼見 就是在小學的時候 很多的朋友 當時有幾個都算是知己的朋友 就是一筆一葉 究竟這種離別就是離別的了 就是以後都好像沒什麼機會再見到 那我覺得我們有一種緣分 都幾值得的 另外也是多謝這些新的new technology 就是大家都在一個zoom裡見面 那這些是 我就是都相當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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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這個 就 就是 然後就結婚 接著就結婚了 接著就做戲了 接著就結婚了 到現在呢 我女兒都 都畢業了 在 在 地域 讀完之後 她就現在回去 在VC 去做事 去做事 在Graham的省én 裡做 那她做的事就是 在物理治療那一個方面 最近就去譚太太去拍攝 看看那些人怎麼拍戲 從頭到尾裡面在做什麼 我覺得在拍戲方面挺有趣的 我就突然說 我看人說你做這個YouTube 這些東西做得非常漂亮 你有沒有用一個特別的軟件來做YouTube的東西? 同一個人? 我都是自己慢慢地學一學 不止一個軟件,有很多軟件 你用哪個軟件來做這個? 我懂得用Dar Vinci Dar Vinci那個很普通 那個不用錢嘛 那個不用錢 都挺複雜的,對我來說 因為我不是做電腦方面的東西 但是知道這些剪輯的方面 都挺有趣的 那見過這些拍片 原來是由頭到尾的 由那個Planning 有Production、Post-Production那方面 在這方面比較有一點興趣 所以這些時間很多時候都擔心了這方面的事 比較忙一點 我可以展示一下你的佳作給我們參考一下嗎? 我不要做那一部分 我只是參加整個 我主要是在鏡頭方面 就是幫一下 就是拍戲那方面 剛剛才做一個短片 關於那些是怎樣 是怎樣去防止毒害的 因為政府給了一個薪水給我們 就是做了很多時候 就是我們這些上 就是所謂七老八十那些人 就是怎樣被人騙騙騙騙 或者是怎樣 他這個就寫一個 寫一個圖文 拍片給人 你認識是怎樣才是被人欺負呢? 好了 我所說的就是今晚所說的 每一個同學講這個1963 我提提他 你既然這麼多年 你可不可以講一講你最開心的一件事 或者講一講你最不開心的一件事 讓我們大家做一個研究比較一下 讓我們有沒有同樣的感受 那你先講講你最開心的一件事吧 最開心的一件事? 那我又覺得沒什麼叫做開心不開心的 總之我心無掛慮的時候 我覺得一件事就叫做開心 要掛慮的時候就不開心 就是我不信命的意思就是說 我總之每天I'm living happy 我就不信了 但是譬如我就不可以跟別人比 當你一比的時候就很大的 就是永遠都不可以令到你特別快樂 當你去跟別人比較就是compare的時候 所以我不會跟別人compare也不會跟別人 那譬如我take care 我的女兒的時候 她能夠有誠的時候我最開心的 就是她能夠又讀到MASTER出來 又能夠讀到她那一科他喜歡的東西 當我去到畢業禮的時候 那時候是最開心的 因為她的成就我是幫到她的 但是最不開心的 也是因為她說她要留在BC 不想回到Ontario 她說這件事 It hurts me 她說Dad come over to Vancouver and live there I'll take care of you 她說我想一下不要浪費了 她一天就去Mountaineer 裝了Mountaineer Club 裝了那些黃環那些東西 都不見別人的 就是根本我也不想靠這一輩子的東西 我覺得她應該有自己的發展 那現在就要自己另層出路了 所以陳啟營我就make a prediction 就是你最開心的就是現在的你 the present you 因為你擔心的東西已經看法了 是啊 看法 可以出家的現在 出了家的 沒有開麥克風 我不用說話嘛 不是 要聽一下你的訓言 要聽一下你的說話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我領略了很多東西 今天 大家討論的方向很diverse 就是人生真的是這樣的 謝謝 多謝陳啟營 開心暢懷 跟我們講她的經歷 12月就沒有meeting了 因為12月那時候我很忙 沒有辦法抽到時間出來 那下個meeting就要一月才可以了 所以大家保持聯絡 在這個whatsapp上 已經有很多發表 很多意見 很多溝通 所以就在這裏 預祝各位聖誕法樂 我們想你一百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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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想你一百足 讓大家 کے naturale 快樂 新年 category 字幕 Anita 字幕記憑 咮 Mar